近年极端气候容易碰上暴雨成灾淹水之苦 苗栗县政府为了更有效试景 争取中央2800万元经费 要在县内53处雨水下水道 设置及时水勤监测系统 若水量高涨高度超过一半 就会及时发出警示 提醒相关单位 下大雨最怕淹水 苗栗县53处的雨水下水道 透过监测系统随时掌握 一旦暴涨立即警示 我们的雨水下水道系统 往年就是这个流量大多少 没有一定的一个成果 目前国土署也补助了我们一笔经费 来照我们的雨水下水道重要的地方 去装设一些检设系统 从去年开始得标 目前已经装44只 近年极端气候容易有暴雨成灾的状况 淹水之苦找上门 苗栗县政府争取中央2800万的经费 透过监测系统 一旦水量高涨过半 马上传讯息之后台 提供县政府防灾应变 而未来县内18乡镇市都在设置规划中 尤其海线迪洼地区会设置较多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收集到这个相关的一个 雨水下水道的一个监测系统 然后提供一些预警的一些这个系统以外 我们可以从这边得到一些资料 然后对以后我们这个雨水下水道的 小学道的检讨跟规划 那会有一定的帮助 这一次全线都会布建了 对基本上是我们的重要的 雨水下水道系统的干线都会来布设 它第一个作用就是要做防范预警系统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资料收集 天气变化大 县服透过监测警示 若真有必要提早阴影 减少水患对民众造成的损失